民眾黨員尾牙 居然請了艾莉莎莎 請了館長 沒有蔡壁如 蔡壁如愣住說 尾牙 沒有人通知我 蔡壁如說我在台中 可能是距離產生的美感 我倆會講距離產生的美感 所以沒邀請 吳子嘉說這個鬥爭簡單又粗暴 然後陳佩琪就說 是感謝黨工 跟競選總部的工作人員 所以沒有請候選人 柯文哲說 當然有邀請蔡壁如 雖講沒有邀請 有邀請 然後而且有沒有邀請 蔡壁如請了Google的熱搜 另外民眾黨說 也沒有邀請李友宜跟陳婉慧 柯文哲就說這太奇怪 怎麼那麼邀請這些人 怎麼可能 不可能 柯文哲說好不好 沒邀請 一頓飯沒吃有那麼嚴重嗎 沒有那麼嚴重 有那麼嚴重嗎 而且這什麼黨內鬥爭 是媒體亂搞把小事無限放大 沒邀請就沒邀請 陳婉慧說沒有邀請 不過陳婉慧說 他的主任有告訴他 有事沒出席 因為在節目上 游淑慧問他有沒有去委 他說沒有 他說沒去 並不是沒通知 到底真的假的也不知道 所以他跟你不一樣 他是有邀請 他有邀請 好吧 到底有沒有邀請 我們看一下 民眾黨24號感恩參會 包括網紅愛麗莎莎 館長還有直播主丁特都到了 但代表民眾黨參選區域立委的蔡壁如 竟然不知情 但民眾黨主席控制夫人陳佩琦不滿 認為這根本就是感恩參會 為何要被扭曲成尾牙 然後找可以在媒體上出聲 想黑民眾黨的人來批判 民眾黨則強調感恩參會 主要是總統大選部分邀請 對象為中央黨部 進辦智庫及民間友人 並非尾牙 而這場參會也早已透過LINE 統治蔡壁如絕對沒有落高 蔡壁如委員 他因為他有掛一個中央的 這個創新創業委員會 他是特殊委員 是有邀請他 也許因為一些原因 蔡壁如委員可能就不方便前來 不過的確是有邀請的 我們有多數的新歌立委 也都去嘛 去參加我是來賓啊 不是我伴 感恩參會除了中央黨部場之外 中部將在27號登場 另外還有南台灣以及新竹場 至於同樣沒被通知的李友宜 以及知情但沒出席的陳婉會 則是被列入2月4號北部感恩查規 很奇怪 選舉我們也是輸了一番 結果每天這個政務節目 我剛才沒有聽你罵我 奇怪 每天在討論柯文哲跟民眾黨 他不是選舉結束了 不要拿那個一點小事情 然後就這樣無限擴大 柯粉柯黑空戰一場茶櫃 釀成黨內茶壺內的風暴 來 當事人在我們現場 來 蔡委員到底怎麼回事 沒有 那個是昨天 去參加了一個林陶辦的一個 什麼國民黨的青年團的一個對話 我就想說去看看國民黨的青年軍 都長得什麼樣子 因為民眾很多年輕人 那我就去了 去了之後我們講一些對話 就年輕人想要一些改革 那會後就有一個記者 那講完了之後記者突然間說 欸 昨天的尾牙沒看到你 他是問說昨天的尾牙沒看到你 然後我就愣了一下說 尾牙 什麼尾牙 我大概是這樣子出來的啦 那那個這件事情後來 反正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燒到 晚上下午就開始黨部就說 好像在臉書上面貼一個 說他有邀請我啦 什麼不要以而傳而 那後來他們就說 有啦那個蔡壁如是在1月27號 問題是當時昨天常被記者問是說 昨天為什麼尾牙你沒來嗎 那我當然是不知道什麼尾牙 那27號有啦 27號就明天嘛 禮拜六有兩場 一場是在彰化 一場是在台中市的大甲公園 就是小草的見面會 這個他們也有透過 通知我說問我要不要 可不可以來 我說OK 27號有會 我會去 小草的見面會不是尾牙 對啊 就不是 對 就不一樣 所以是不是記者問錯了 還是怎麼樣 那你會不會介意 不會 我覺得什麼要介意 我也不會 你只有吃到飯 怎麼不介意 吃飯這件事情是小事 而且我跟你講我最近真的都在台中 我同意 小事 我跟你講我真的是小事 我覺得媒體就整天把它燒成這樣 變成一件Google 吃飯本來是小事的 但是這個尾牙不算是小事的 有邀請你沒去就是小事 沒邀請就是大事 媒體就這樣看 對 而且很奇怪 就是說因為後來求證的結果 就是晚會是有被邀的 然後 吃飯沒被邀 有 晚會有尾牙 吃飯沒被邀嗎 陳婉 陳婉 我以為你連晚上 連個晚會 對不起 就陳婉 我搞不懂他 我以為吃完晚飯有個晚會 因為民眾黨選區域立委的人 也不多 對 然後 11個是不是 11個 對 陳婉會有被邀 然後賴香菱她也有被邀 可是很奇怪就是 畢如委員 畢如姐跟李友宜 兩個人沒有被邀 然後這兩個人又被當作是 藍白河的示範區 所以就覺得有點怪怪的 說是不是因為 你們去吃藍的好了 就是說是不是 對 就說是不是黨中央在 就是民眾黨中央在處理 這些事情的時候 是不是有點差別心 我相信這個柯文哲本人 恐怕不會知道 這麼所細的這個事情 可是既然說 就沒邀是事實 既然沒有邀請 這是事實的話 為什麼又會在民眾黨的 臉書上面說 有邀 什麼他是要去參加什麼另外 根本就是瘋馬牛不相及 我覺得就是因為這些的話 對不上 才會讓大家一直不斷的做文章 就是說你民進黨的內部 民眾黨的內部 到底是不是出了什麼問題 黃珊珊還有智函 他們跟蔡碧如之間 到底是有些什麼樣的心結 才會有這麼多的話傳出來 原來我看了前兩天一個新聞說 蔡碧如要去擔任民進黨的中央委 你們有幾個中央委員 說實在我不知道 大概也有一二十個 說將來立法院有三個太陽 你這個中央委員要去作證立法院 三個太陽 黃珊珊 黃國昌 蔡碧如 我不知道我隨便猜的 原沒講三個是誰 那是司察媽報的 黃珊珊就是要告 好嗎 到底有通知你當中央委員嗎 沒有 也沒有 我也都是從媒體上面 或者記者來問我的 我覺得中央委這件事情 也一二十個也不是說 何況 我跟你講我在選活 第一時間我就說我會留在台中了 中央委員 因為反正黨內常常中央委員 都線上開會 其實在哪都一樣 他是不是 我覺得也沒什麼太陽不太陽 因為他就是一個 中央委員的一個職稱 那就是每個禮拜 現在應該是每個禮拜 有一定的開會 大家就是一個公視覺而已 所以 所以你不會到立法院就是 我不會 現在要留在台中做什麼選案 現在留在台中大概 我現在先處理一下 我的選務的一些事情 把兩個競選總部 我賈安普有一個競選總部 我在武器有一個競選總部 我先處理好 然後再要處理一下 跟著我選舉的人 我覺得這些都需要安排 安排完後大概會 先過個年 下禮拜因為要進入過年 過完年之後我可能 有個新的工作 我再跟大家報告這樣子 那我可以求證一件事情嗎 因為我也是看到其他的評論員 在講說 因為他們黃珊珊什麼 他們就防你防得很嚴 然後就是不停的放話 就說蔡壁如很兇 蔡壁如回到黨中央來的話 其他人都不歡迎 其他人都不歡迎你 有這回事嗎 兇不兇我通常是這樣 什麼事情需要我兇 我覺得我不否認我兇 但是看什麼事情兇 因為沒事你幹嘛兇 兇很容易撈 我們幹嘛兇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說 要不要防備我我回不回去 我覺得第一 我沒有聽說 第二就是說 我也是都是從媒體上面的 所以我是覺得說 媒體常常喜歡見縫插針 是不是黨部內有講什麼話 我覺得這個黨內的機率 還是要去維護一下 因為事實上 大家就選舉期間 就一直在講說 我跟黃珊珊是不是有什麼心結 因為她是總統候選人 柯文哲的總幹事 我在中一選區選舉 其實說真的 不大有機會接觸 因為選舉是個人的事情 有時候當時媒體也會說 中央黨部也沒給我們支援什麼 說真的 我們黨這麼小 我這件事情真的要澄清一下 這個民眾黨黨這麼小 然後其實資源跟人力 本來就配備不足 這個選完之後 其實柯主席有找我聊天 他說他要辦1月12號的 凱道那一千 他說前兩天他還覺得錢不夠 他還在募款 這好像新聞上面也有在講 他確實光他自己的總統的局 他經費都不夠的狀態之下 說真的他們很難去觸及 照顧到我們有11個區域的候選人 既然要出來選 我覺得就是要能夠承擔 所以我說就是媒體就是會 拿這種小的事情 然後就會說我們黨內內都 我覺得不需要 在這裡要澄清一下 真的不需要 因為選舉是自己的事情 而且我跟你講 我到台中去 真的交了很多好朋友 像我上政論節目 神老都會說 我的人員比柯主席好很多 畢如姐很識大題有沒有 因為會有這些閒話 都是因為這樣 比如說被問到說 他是不是要回去當中央委員的時候 因為珊珊的反應 第一個就是沒聽說 就感覺上好像比較負面一樣 可是從畢如姐講出來的都是 沒這回事 沒這回事 我插兩句 這個蔡畢如是我觀察 近代史上最有政治天分的知識 近代史 他是從屏東來的一個小護士 因為那個時候沒有護理師 所以叫他小護士是對的 他跟一個最難纏的柯屁 他跟了二 三十年 沒事 而且把柯屁調教的 你看還有今天的有模有樣 然後你看現在傳聞的這些東西 這是吳宗孫友 什麼中央委員 什麼內部鬥爭 跟黃岸三部 其實都沒有 但是你看他處理得非常溫溫如雅 因為本來都沒有的事 而且你看他在講這些 一點怨氣 一點暈亡都沒有 你看他而且相當的享受 你知道嗎 就說老娘無台無酒 就說你講這樣 我今天在外面還要進去 你看有以外的人 主持人更多 你看 要你享受 你看他那邊 而且他問稍微真心嘎嘎的 濕透一下 你看看外景也不知道進步多少 真的很好看 好久不見 忍眼看 就算不見 就算不了 有任何你都有 放在這次 他今天 好久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